第22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 6月18号至20号在福州举行 海创会打造顶尖项目 拓展全新领域 促进利益项目成果展示 交易和落地转化 服务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届海创会以建设科技成果 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助力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为主题 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 5000平方米展厅里 设置新时代山海协作馆 新制生产力创新成果馆 产学研创新馆 企业创新馆 汇集了省内外的科研机构 高校 企业及第三方科创服务机构 共同打造创新联合体 第11年来参加们的海创会了 除了带来我们这些 不同速度等级的动车组之外 我们还特别带来了 福州地铁的六条线路的车辆的模型 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明年即将投入使用的 滨海快线列车 人工智能 去赋能我们的智慧成轨 它采用一个轻万化设计 比国内同行车的能大概轻11吨左右 能极大的减少碳排放量 更加环保 更加绿色 大陆产展企业带来的创新成果转化 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而海创会也致力于推进 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推动敏台科技合作 与产业对接的先行先事 我们自主研发的 石墨烯的多功能复合型的一个材料 应用在能源电力 目前两岸唯一的海上风电的 这个新材料的应用 我们也一定要不断的在台湾 把创新跟新的科技产品 一起能够在台湾做基础 然后在整个祖国 能够呼唤甚至于扩大它的市场 不只是行销前中国 也行销前世界 作为福建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 海创会汇聚了项目 技术资本 人才等创新资源 本届的海创会上 还举行了2024中国海峡 创新发展大会 举例新制生产力发展 践行产业科技创新 提升发展新动能 我们知道21年来 618海创会 促进了5万多项成果 在福建转化落地 业界期待 本届盛会的科技项目签约量 再创新高 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记者 福州报道